今天来给大家讲一种 在我们生活中广泛存在的 可能存在危害的物质 那就是塑料威力 那我们现在人的生活 事实上已经到处都离不开塑料了 无论像是一次性的餐盒 或者是塑料的调根 塑料袋 还有我们喝奶茶用的杯子 方便面里面的一些塑料 此外像小孩喝的奶嘴 或者是我们泡的茶包 那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塑料威力 到底塑料威力的定义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塑料 被抛弃掉之后成为一种废弃品 在自然界中它会慢慢的进行降解 当它们分解到长度小于5毫米的时候 那这些就可以称之为塑料威力了 当然还有更小的 就会形成一个个的小球 那对于塑料威力的担忧 我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几个研究表明 就是在一些自然者的粪便内 发现了十余种不同类型的塑料威力 近年来还有科学家 在人体的胎盘内也发现了一些塑料威力 给人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因为我们人本来是有机物 但是现在呢 在胚胎内也发现了这种无机物 就是塑料威力 就越来越多的人担心 那这些无法被代谢掉的无机物进入了我们的体内 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什么影响 现于现在的科学技术 目前呢 关于塑料威力到底对人体存在什么损伤 它的证据呢 还不是非常直接的 更多的都是来自于动物实验啊 或者是一些细胞层面的实验 塑料威力呢 有可能因为它足够小 小到能够进入我们的人体器官 甚至血液中甚至直接与细胞发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各种作用 可能会跟溶血反应啊 或者说免疫反应啊 或者是致癌 这些都还没有在人体上得到验证 WHO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 近些年来也开始逐步的关注塑料威力的这一个问题 在国外的话呢 有一些国家已经对这个生产食品的一些产商 设立了塑料威力的一些相关标准 但是在我国呢 那这方面还没有完全跟进 主要是因为现在塑料威力对人体有害的这个证据 还并未完全证明 但是呢 这种担忧存在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随着这个塑料制品的进一步的扩散 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下一代人 体内积累的塑料威力的量 肯定是逐步逐步的增高的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呢 如何面对这个塑料威力呢 一方面呢就是等待科学机构给出充足的证明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自己要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 比如说尽可能的去减少用塑料盒装米饭啊 或者说用塑料摊手啊 或者是使用各种塑料制品等等等等 好的 希望这一期的视频呢 能给各位朋友们带来一些帮助 让大家了解到有一种可能的潜在的危害 那就是塑料威力 好的 我们下期见 祝各位朋友们健康